毛兔找到新的赚钱门道 当初故意放他鸽子的人竟然舔着臂脸来找工作 兔哥忙呢 也不忙就是随便看看 兔哥你看看你还需要人帮忙送货布 我有空可以来帮你 之前故意放我鸽子还想找我帮忙 脸皮够厚的呀 现在暂时不用 火已经安排完了 以后有机会我再叫你 兔哥上一次我就是在外面走错了路 我保证下次不再这样了 我知道能理解 以后以后有机会我叫你 我怀疑杨丽敏几兄弟就是栽在这小子手中 这种小人还是不要彻底撕破脸的好 那好兔哥我先回去了 以后有机会要叫上我哦 这几天徐东升一直躲在家里没出门 静心照顾着徐老太 以往热热闹闹的徐家 现在支离破碎 而且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无奈之下徐东升只能把家里的那一头猪 卖给村里的另一户人家 你这猪这么瘦 未到过年只怕也长不起雕 这猪能长镖的 前一段时间还养得好好的 你也知道是前一段时间了 这不好好喂 当然要掉镖 以前这猪喂得好 那是因为天天有小灵打猪草回来喂 现在这样都怪徐老太那个臭小子 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孽种 为了生计 徐东升去了采石厂挣钱 采石厂的全都是些操汉子 赤着上半身 抡着大铁锤猛干活 做着歇息的功夫 这些操汉子们开起了玩笑 徐东升都说你跟你家兄弟媳妇有一腿 滋味如何 说来大家听听 对对 我长正大 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呢 结果你就搞了两个 说来听听 骚不骚 是他爬你的床 还是你把人家按在包谷地里办了 这些话越说越过分 徐东升一言不发 只是抡着铁锤打自己的石头 可那些人 丝毫没有住嘴的意思 忍无可忍之下 徐东升轮着铁锤就朝一个人砸去 你们这些狗杂种 老子砸死你们 徐东升胡乱挥舞着铁锤 一个人趁他不备 将铁锤撞了出去 徐东升随即和那人打了起来 流血了 流血了 徐东升 你住手 打死人了 四周的汉子们 看着是闹大 大家凑上前将徐东升制住 一群人 七手八脚将受伤的人 抬上担架 向着医院看 是你打伤我男人 要是我儿子有何三长两短 我跟你拼命 徐东升 今天这事 你必须要负责 对方的各种医药费 务工费 你得赔偿 否则 是他们先招着我 但你先动手 这是事实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瓜葛 这一笔费用 你必须承担 徐东升魂不守舍的回到家里 徐老太很是奇怪 东升 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妈 我跟人打架 把别人打伤了 都怪我 今天怎么就这么缠不住气 要跟人打架 那怎么办 得赔药费 徐老太一屁股爹坐在地上 家里已经接不开锅了 怎么赔医药费啊 不赔 没钱赔 这事 不是耍点无赖 就能赖过去 去找兔哥要钱啊 对 我们去找徐卯兔 他是你儿子 没理由 老子出了事 他这个当儿子的不帮衬 何况 他现在有钱 徐老太转身就要出门 妈 别去 为什么不去 他徐卯兔 就是我们徐家的种 打断骨头连着筋 有了事 他就得负责 我就算满的打滚撒泼 也要徐卯兔出这个钱 别找他 我一个当老子的 怎么能向儿子 低三下四手话呀 钱的事 我自己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 你别管 总之 我有办法 徐东升的心里 又升起了去卖血的念头 卯兔来到了 温业所在的海棠小学 你好 老师 我打听一下 温业温老师在学校吗 这又是一个 来找温业的 算了关我屁事 就在那边的教室 卯兔顺着指引的方向 走到教室门口 温业拿着教鞭 再给一群小布丁上课 卯兔一直在外面看着 看到了放学 温老师 你是 那个卖书包的 是啊 温老师 是我 你不是说 你要带你妹妹来读书吗 来报名了吗 我擦 我当时就是为了搭话 随口一说 现在哪来个妹妹 跑海棠小学来读书 黄小霞也没法弄过来呀 温老师 我上次没搞清楚 我妹妹 她的户口不在这儿 不能在这边来读书 这样啊 不过 只要能读书就好 在哪读 没关系的 这件事 还是多谢谢你 全亏你指点 不如 我请你下馆子 算是感谢 威猎警惕地后退几步 随后拒绝了马途 糟了 是不是表现得太不急切了 其实 我还有特别重要的事 想找你帮忙 实不相瞒 是我想读书 你想读书 你这么大了 大吗 很大 你不能歧视我 我有一颗想上进的心 实不相瞒 我从小成绩就特别的优秀 可我父亲 却因为家穷 不让我继续上学 从小 我的堂哥吃饭 我只能阎康 他能有铅笔写字 而我只能捡他剩下的铅笔头写 到了高中 全家就跟我堂哥一人读书 我现在就是想重新回学校读书 温老师 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帮你打听打听 看看怎么操作好吗 真的 那太好了 温老师 一定要帮我好好打听打听 对了 我叫徐卯兔 住在城里东方红招待所 有消息到那里找我 第二天熊亚伟开着车来找卯兔 红菊已经收购完毕 像一座小山一样 毛兔国真是个干大事的人 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 装货吧 我们早点出发 大家迅速将红菊装车 这是第一次和熊亚伟正式合作 这一次毛兔打算跟车 顺便去省城看一看